大家好 今天是3月24日 星期三 技术上的大市不只是连跌四天 而且跌穿了一些重要防守性的据点 一直在说一个月的高低位 是不应该在五个交易天之内出现的 而经过今天的下跌 今个月的高低位的确是抹阔了 先看市数 早市先低开60点 到28,437 有少少反弹上28,457 但没有资金的追捧 零税沽压持续涌出 结果指数跌多些 直至到现在这分钟 最低指数暂时见过27,837 当然这也是今个月的新低 由于今个月的波幅已经是扩阔到2075点 所以技术上 形态上已经是没有发展扭转这个先高后低的格局 更重要的是 指数 计跌穿10,20,50天线之后 今天是进一步轻轻跌穿了100天平均移动线 至于10天和20天 一早已经跌穿了50天线 即是整个所谓的中期调整 暂时来说仍然在延续 持货小的朋友 我觉得暂时观望没问题 重仓那些 一直不做风险管理 现在这分钟面对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希望下周一、二 期指转通和结算的时间 有些技术上的后抽 让我们先看下周一 第二遍 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 结婚